第31体光滑水平面上有一质量2公斤的静止物体受到10牛顿的水平力作用 作用2秒钟后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A物体的加速度为5公尺每秒每秒 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F会等于MA 所以我们的力量10牛顿质量2公斤 所以加速度就是5公尺秒平方 所以选项A是对的 选项B水平力对物体做工20交文 要知道做工做工是力量成位移 所以我需要知道位移 就是我们的猪选项说的 老师上课是用VT图来解决的 我们画个VT图 那我们作用2秒钟之后不知道速度有多少 VT图只做两件事情 直线求加速度面积求位移 直线需要两个点 这里一个点这里一个点 所以代入去A等于Delta TDelta V 0秒的时候速度是0 2秒的时候速度是V 我们算出来加速度是5 所以速度就是10 每秒10公尺 所以这个是10 那么求位移是面积 这是个三角形 就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底乘以高除以2 也就是所谓的10 所以我们的位移就10公尺 所以选项珠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做工是力量成位移 力量是10牛顿 位移是10公尺 所以做工是100焦耳 所以选项B说做工20焦耳是错的 那么我们的功率就是花多少时间做多少的工 所以我们做工是100焦耳 我们总共花了2秒钟 所以我们的做工的功率是50瓦 所以选项C是对的 因此第31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水平力对物体做工20焦耳